嗨 妳好 兇喔 怎麼開車後面卡牌就對了 開車行進在桃園街頭 突然發現眼前一泡年輕人 騎機車經過 但仔細看 五輛車裡有四部機車車牌 全沒掛上 有掛車牌的 也用紙板遮蔽覆蓋 這些年輕人的車牌 是這樣刪給妳喔 不但沒懸掛車牌 一群人聊天等紅燈時 其中人還有人沒有戴安全帽 直接在馬路上呼嘯 發出的噪音也引人注目 我本來想說要檢舉 去跟警察檢舉結果 也不對他沒有車牌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檢舉 我也不可能一路跟著他們 他們都騎滿快一點 他們其實滿長的段路 我想說怎麼都沒有警察 還是什麼來處理還是怎麼樣 被拍的地點在桃園平鎮 二十七號早上六點多 駕駛行京南平路 跟中鋒路南市一段時 發現一條年輕人違規騎車上路 讓目睹駕駛傻眼 直呼太誇張 因為這群人看起來很年輕 有沒有成年 有沒有考到駕照 現在都是警方追查重點 經擴大調閱監視器 以掌握行為人身分 將積極通知到案說明 按照民眾拍下的違規畫面 未懸掛車牌最高罰還10800來算 四部車就要43200元 其中一輛遮蔽車牌最高罰4800 加上有一個人沒戴安全帽 喊不浪噹加起來 總共48500元的罰還 只是這群年輕人不遵守交通規則 倘若真的發生了事故造成傷亡 可就不是罰錢就能了事 即便新聞 廖宗慶 桃園報導